在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天 班主任优子却告诉学生们 自己马上就会辞去老师的这份工作 可学生们得知后不但没有丝毫不舍 相反却手舞足蹈开始庆祝起来 在这喧闹的气氛下 优子老师表示走之前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们 大家都知道我是单亲妈妈 本来要和孩子的父亲结婚的 可就在结婚前我怀孕了 丈夫却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听到艾滋病这个词 原本吵闹的班级这才平静了下来 有学生甚至被吓得喘不上气 优子接着说 但好在我女儿并没有受到感染 为了让她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 于是我和孩子父亲决定不结婚 并且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而我也把自己所有的爱 都倾注在了女儿身上 看着女儿一天天快乐成长 虽然我很累但也十分幸福 但是这一切的美好 却在2月13日化为泡影 女儿在那一天被人杀害了 而凶手也正是班级里的两个学生 原来那天优子老师像往常一样 将女儿放在保健室里等待自己下班 没想到等幽子开完会回来接女儿的时候 却发现女儿死在了学校的游泳池里 失去心爱的女儿让幽子伤心不已 好像自己的心也随着女儿一同死去了 可警方最终判定女儿是失足掉入泳池溺水死亡 听到这里有的学生忍不住落泪 也有的学生事不关己毫不在乎 幽子继续说 女儿的死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失职 但那并不是意外 而是被这个班上的两个学生杀害的 此时同学们面面相取 但幽子并不打算公布杀人凶手的名字 这让凑热闹的同学们大胆失望 因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 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 即使杀人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所以幽子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惩罚两个凶手 他告诉全班 其中一名凶手在学习上非常出类拔萃 只不过他有一个怪癖 那就是喜欢折磨小动物 还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发布了残忍的图片 尽管老师并未提及他的性命 但学生们的目光却齐刷刷地落在了小帅的身上 小帅从小父母就离婚了 他的妈妈是一位优秀的电子工程师 在他的童年里也从未拥有过任何玩具或童话 只有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关于牛顿定律的东西 即使妈妈在一气小帅时 留下的也只有一大落的科学书籍 以及一句冷冰冰的道别 妈妈就这样离开了他 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在这悲伤的时刻 小帅感受到最重要的东西破碎了 而为了吸引妈妈的关注 小帅开始自学知识创建了网站 他希望自己发布的科学小玩意能被妈妈注意 而由于小帅具有独创性 他也很快创造出了一个倒流中 他幻想着破碎的家庭有朝一日能团聚 可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平庸的网站根本不会吸引太多注意 于是小帅开始拿小动物出气 并且在网站上发布了虐待动物的图片 可没想到竟在网上得到了一篇好评 这让他有了重新找回妈妈的力量 可却不知自己的内心已被扭曲 在一场偶然间 他发现科学发明竞赛的裁判 恰好就是自己妈妈的导师 如果自己的作品被导师认可 那早晚也会传进妈妈的耳中 这么一想小帅也不禁沾沾自喜 然而他带着防盗钱包找到 幽子申请参赛时却被拒绝 幽子怀疑他是折磨小动物 不过幽子并没有明白他所说的破碎 但还是找校长把作品提交了上去 就这样小帅最终如愿地在比赛中获得了大奖 可小帅在看到报纸上关于自己得奖的消息时 他却并没有感到高兴 只因一个未成年谋杀亲人的新闻热度超越了自己 人们也对自己得奖的事并不在乎 那妈妈自然也不会注意到他的成就 但凶杀的消息也给了他灵感 小帅认为只有杀人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为了能够吸引妈妈 他也决定铤而走险 很快小帅找来了另一位同学阿伟 阿伟与失去家庭的小帅不同 他从小到大都被妈妈宠爱过度 导致他性格软弱在学校总是被人欺负 老师还经常因他违反纪律加以惩罚 这也让阿伟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小帅也正是在他本子上看到了写满去死两个字 所以才打算邀请他一起行动 作为从小到大被欺负的阿伟来说 能突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这种兴奋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也打算用防盗钱包来一场恶作剧 但阿伟并没有意识到 一款简单的钱包尽量成了命案 在事件发生后老师找到小帅质问时 小帅满不在乎地说出自己的犯罪动机 并且还说出了一个让幽子更加震撼的事实 原来钱包里的低电压电流并不足以致命 真正杀害女儿的真凶实际却是阿伟 阿伟由于偏执与多疑 他忽然意识到小帅根本就是拿自己当工具 也无法忍受自己被小帅嫌弃 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懦夫 于是他把刚醒来的老师女儿丢入水中 就这样一条无辜的生命因此化作了句号 但对阿伟来说却无比光荣 因为连小帅没有做到的事情 却被自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尽管自己未成年可以不受惩罚 也依旧逃脱不了老师丧女之痛的报复 幽子觉得引导学生走上正途是身为老师的责任 他的做法更是要让学生们明白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也要让两人明白他们是怎样罪恶 接着他向全班宣布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他在两名学生的牛奶投了艾滋病毒 病毒也正是来自他前夫的血 幽子的话刚说完 学生们顿时乱作一团 两个学生顿时有种小兔的感觉 小帅则捂着嘴巴急匆匆地跑进了洗手间 随后幽子在黑板上抹去了命子 这也是他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但真正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学生们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寒假之后 迎来了新学期 也迎来了新的班主任 同学们对阿伟没来上课并未感到意外 但却对出现在教室的小帅却很是惊讶 小帅即便被大家当作谋杀凶手 即便感染了是被不可救药的艾滋病 他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用高傲来掩盖内心的脆弱 一开始他只还是被身边的同学冷落 可这天同学们收到一条短信 也将这种互不干涉的平衡完全破坏 短信的内容是欺负小帅的游戏 只要谁欺负小帅越狠 那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可小帅遭受攻击却从不还手 他默默选择忍气吞声 然而他越不反抗 同学们就越来越积极参与 只有班长小美对此无动于衷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不得他了 这天班主任收到了匿名举报 他得知了小帅总是被其他同学欺负 可班主任却认为同学做这样的欺凌行为 只是因为大家羡慕嫉妒小帅的好成绩 毫无疑问这种解释也让事情火上浇油 同学们和小帅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大家也开始怀疑那个告密的人是小美 小美就这样被他们推倒在地 这次要让他也一起体验下小帅的感受 他们把小美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袒护凶手 大家都以为自己散发着正义感 而现在却都变成了残忍的施暴者 接着同学们开始按住两人的头迫使他们亲吻 只为了惩罚让两人都染上艾滋 但是学生们却并没有意识到 那个使他们冲突激化的短信 正是他们的前任班主任优子发的 放学后小帅把小美约了出来 随后将自己的检验报告交给了小美 而让小美没想到的是 原来小帅并没有感染艾滋 其实优子的做法小美早就预料 因为他一直认为优子不会这么多 肯定只是要他们好好反思一下 然而这种结果却让小帅很是失望 事实上他那天捂着从教室里跑出来的时候并非呕吐 反而是在洗手间里癫狂肆虑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巴不得自己得上绝症 这样就能有个理由让妈妈来看自己了 而他之所以要把结果告诉小美 只是为了让他不要因为害怕病毒而受到伤害 小美也因此迷恋上了小帅 但这也成为了他未来悲剧的根源 小帅此刻殊不知 这个看似天真又善良的姑娘 她不是别人 正是当时抢走了自己头条的行凶者 第二天两人在上学时 却只见学生们用他们的亲密照嘲笑小美 小帅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羞辱 但却无法认容别人伤害自己喜欢的人 接着她划破手指用血擦在同学的脸上 并且警告他们 如果有人敢敢再欺悟小美 自己就会毫不犹豫地亲吻她 这时另一边的阿伟却整天荒度光阴 他每天都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不让妈妈接近 并且他弄脏的东西也不准去碰 他执着地想要把一切都擦干净 但无论自己身上再脏再臭他也不行 在妈妈眼里儿子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现在却让自己伤心欲绝 幸运的是新班主任很热心 他知道阿伟因心病问题旷课后 于是就计划让学生们共同书写加油词 然后再和班长一同去探望 但老师完全不知道 学生们实际很不甘心 最终老师带着那些甜言蜜语来到阿伟家 阿伟妈妈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责任心 他心想幽子老师要是有这样的责任心就好了 那儿子绝对不会有什么心病了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感染了病毒 他也并不知道这次老师家访的目的 事实上在案发后幽子也有来过家访 但妈妈却依旧护着阿伟 一口咬定是儿子受了小帅的蛊惑才这样做的 他认为儿子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在夜晚趁着阿伟睡着时 妈妈会偷偷用剪刀把他的头发剪成了短发 然后为他洗刷污垢 可没过一会后 妈妈就被儿子凄厉的哭声给吵醒了 他独自一人站在门前不明白为什么 而阿伟之所以不洗澡不理发 是因为只有那股恶臭才能告诉他自己还活着 妈妈还天真以为儿子的心病 只是对死者的怜悯同情罢了 直到他不经意的抬头间 才注意到同学写在墙壁上的加油话语 妈妈终于恍然大悟 上面那几个字赫然写的竟是杀人凶手四个字 妈妈顿时像一只受惊的野兽般歇斯底里尖叫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在儿子亲自说出事实后他才接受现实 这一瞬间他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往后妈妈也拒绝了老师的家访 但班主任就算被拒绝了 还想对着屋内的阿伟高喊加油 然而老师却不知自己的每次探望和鼓励 都会让阿伟回想起犯下的罪行 这也变成了压垮阿伟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妈妈也终于明白儿子再也不能健康成长了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教育失败 最终下定决心要带着儿子一起离开世界 可到最后他终究还是下不了手 却反倒被精神失控的儿子夺走了生命 妈妈估计到死都想不到 自己的儿子也正暗藏着幽子的抱负 原来幽子充分调动了新班主任的积极性 刻意嘱咐让他别放弃每一个学生 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会坚持上门家访的原因 最后一步步将阿伟逼入绝境 看着这一悲剧的电视报道 小帅有点不敢相信 妈妈的事大好き 他 小美清楚小帅对妈妈的遗期一直怀恨在心 也明白他甚至不敢去看母亲 然而小美却不知说出的这番心里话 也彻底地让小帅抱走了 小帅最不喜欢的就是自己内心脆弱的一面被揭露 为了隐藏他可以变得冷血无情 可以冷血地将自己的爱情封存进冰箱 而不久后的一天 小帅也终于看见妈妈在网上发来的留言 妈妈表示想约他见面 而小帅也早就颇不及待想见妈妈了 就在他满心期待地进入妈妈的办公室时 结果妈妈却并没有出现 只在桌子上找到妈妈和其他陌生男人的合影 小帅从妈妈同事的口中才得知 原来妈妈早已改嫁生子 这也让小帅深信妈妈一定将自己遗忘了 那自己的存在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最终小帅决定孤注一掷大干一场 以惊人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随后他把自己的计划录了下来上传到了网上 他希望妈妈能见证这一壮举 而这个计划就是在明天演讲时炸掉学校 他企图带上那些无辜的学生一起死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的演说题目竟然是有关珍惜生命的文章 因为他的文章在竞赛中得了第一名 接着小帅如愿地按下了炸弹的开关 可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演讲台上的炸弹却并没有引爆 小帅赶紧拉开抽屉一看 只见安置好的炸弹已经消失不见 正当小帅因精心策划的计划落空而难过时 这时却收到一通神秘来电 而电话的另一端 也正是一直在幕后操纵着一切的幽子 拆掉一颗简单的炸弹 对于幽子而言是件很容易的事 原来他提早就关注到了小帅发在网上的计划 所以才避免了这场更大惨剧的发生 而所有的真相也在这一刻揭晓 原来之前妈妈那条留言的发送者实际是幽子 幽子很想看看小帅究竟有多执着妈妈的爱 很快他就发现了小帅的软肋 想让妈妈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既然小帅如此不在乎生命 幽子就想到了另一种狠毒的方法来惩罚他 接着幽子对小帅说 我已经把你所有的罪行告诉了你妈妈 而你的妈妈也并没有忘记你 至于那个毁灭能一切的炸弹 我已替你把它转交给了你心爱的妈妈那里 但愿刚才的你不要按下引爆开关 小帅听完后彻底绝望了 此刻他仿佛再次看到了妈妈 但这次妈妈却已经被自己毁灭 他的身体包裹着火焰 小帅多么想重新找回那份被人遗忘的关爱 然而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 那根炸弹最终引爆 一切恩恩怨怨都烟消云散 而留下的只有小帅的痛彻心扉及无限悔恨 就在这时幽子走了过来 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幽子眼神冰冷而坚毅地告诉他 就这样他完成了复仇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小男孩发现了一条百米的巨蟒蛇皮 他抓起仔细地看了看 当意识到不能吃时 又将其丢在了地上 即使男孩是在丛林里长大的 但却从未与巨蟒相遇过 对自己所处的险境毫不知情 接着男孩悠闲地在一旁吃起水果 可不料突然出现三只松鼠 偷了所有的果实 男孩一气之下追了上去 周围的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 此刻男孩很不自在非常紧张 然而不料下一秒 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蟒蛇 甚至还能说出人类的语言 巨蟒的眼神带有一丝诡异 男孩彻底傻眼了 即便是巨蟒的身影越来越近 男孩也没有逃走 巨蟒表示自己知晓过去还能预言未来 接着问男孩了解自己的身世吗 紧接着男孩就从巨蟒的眼睛中 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在男孩很小的时候 父亲带着他去了一趟森林 晚上正打算休息时 却突然遭到了老虎的攻击 父亲举着火把勇敢地抵抗着 然而毕竟他只是个人类 很快就被猛虎撕成了碎片 猛虎最终牺牲了一只眼睛 火焰的恐惧令猛虎迅速奔逃 男孩最终幸免于难 他茫然地独自走出了洞穴 迎面见到一头正在寻找食物的黑豹 男孩不仅不害怕 反而用手抚摸黑豹 黑豹看着眼前的小男孩 顿时就被男孩给萌化了 黑豹心意软把小男孩留了下来 于是将他交给狼群抚养 而白天黑豹则教男孩如何在森林中生存 有了黑豹和狼群的保护 男孩在危险的森林里慢慢成长起来 然而好巧不巧 当年的猛虎在森林嗅到了男孩的气味 而今年恰逢赶上了百年一遇的旱灾 土壤因缺水而干燥开裂 树林也不再清脆 甚至隐藏在河底深处的和平岩也显露了出来 只要这一块和平岩溢出 代表着森林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直到和平岩不再显露前 一切动物都要停战 齐心协力渡过难关 由于干旱缺水 森林中的一切动物都到此饮水 男孩也被狼妈带到了这里 可当男孩一出现 动物们就开始窃窃私语 其他动物都是直截了当地喝水 唯独男孩用壶瓢和藤条做成了一个工具 用这种简单的勺子 就能喝到壶中央最干净的水 差那间动物们都未知侧目 男孩毕竟是个人类 虽然无人教导 但他却对工具的运用得心应手 可突然间 所有的动物都警惕了起来 原来是猛虎也赶到了这里 发出威胁要狼族首领交出男孩 但狼群的凝聚力太强了 根本不听他的 老虎十分憎恨男孩 他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全是因为男孩的父亲 但现在是不能打仗的时候 老虎不得不暂时压下心中的杀意 离别时不忘料下狠话 一道羽姬要让男孩必死无疑 过了一段时间 羽姬果不其然来临了 森林生机勃勃重新恢复了绿意 和平眼也缓缓地沉入了水中 但老虎对男孩永远都是一种威胁 狼群只能召开会议来商议对策 但却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就在动物们议论纷纷之时 男孩自告奋勇地走上前去 看着自己的狼族家人和朋友们 他不想让大家都因为自己受到伤害 于是主动要求离开狼群另寻他处 就在此时黑豹现身了 他提议把男孩带回人类世界 当年是他把男孩带到了狼群里 现在也是时候由他将男孩送回去了 然而刚离开不一阵 他们迎面就遇到了一群大象 黑豹吓得连忙攻身行李 因为这座森林是由大象建造而成 他们属于大自然中的上帝 一切动物建了都得跪拜 恭敬地将象群送走后 一人一抱继续上路 穿越密林他们到达一片大草原 此时黑豹察觉到了不对 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 忽然一道黑影从男孩身后一跃而出 千军一发之际 黑豹扑了上去 男孩吓得转身就逃 黑豹不顾一切地与猛虎活动 但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黑豹被猛虎一巴掌拍晕 老虎立刻调转了方向 朝着逃窜的男孩追了过去 男孩卖力地奔跑 却始终都与老虎拉不开距离 好在这时 一群飞奔的野牛突兀地冒出来 阻止了老虎的进攻 男孩在此刻纵身一跃 跳进了下面的壕沟之中 就在这时 疯狂的水牛也冲进了壕沟 老虎在上方不断寻找男孩的身影 男孩也不断观察老虎的行踪 心中盘算着如何逃出升天 此刻老虎注意到了他 关键时刻 男孩咬紧了牙关 他趁机跳到了一只水牛的背上 成功搭上了快车逃过了一截 眼看着到手的猎物就这么没了 被激怒的猛虎直奔狼群而去 威胁狼王乖乖说出男孩在哪里 狼王明显小看了猛虎的狠毒 本以为男孩离开族群就不会有事 可老虎却猛地一口咬住了他 并狠狠地扔下悬崖 接着老虎宣称他将接管整个森林 一直到男孩被带到这里任他处置为止 男孩一路上也充满了危险 他此刻遇到了一条蟒蛇 蟒蛇用身体紧紧地包裹住了男孩 张开大嘴就准备将男孩吞掉 男孩恍惚间 看见一头棕熊正与巨蟒活动 等他醒来的时候 一张巨大的熊脸正对着他袖着 原来正是棕熊救了他一命 不过这只棕熊也不是白救的 他让男孩还他个人情 棕熊于是要求他去高耸的峭壁上采蜜 来为他的冬眠储存食物 男孩被棕熊弄得不知所措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根长长的藤蔓 把自己挂在悬崖峭壁上 接着不断地用脚尝试踹断蜂窝 随着一脚又一脚 蜂蜜终于成功地掉了下去 等待已久的小野猪根本来不及躲避 最后成了一只蜜糖猪 在报答了棕熊之后 男孩决定再次启程去人类的地方 但棕熊却邀请男孩留下来陪自己 但还是被男孩给拒绝了 最终棕熊送别男孩 走到一座悬崖边 俯瞰着下面的人类村庄 男孩心里还在犹豫 棕熊一看就知道男孩属于森林 接着劝他留下来 男孩也觉得自己是森林的一份子 他也不想离开了 接着一人一熊决定生活在一起 开启动物和人类之间的配合 帮助棕熊搜集冬天所需的食物 可就在他们欢快地唱着歌的时候 黑豹现身发现了他们 看着男孩兴奋地展示蜂蜜时 黑豹顿时愤怒极了 打算明天一大早就把男孩送出去 夜里男孩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 出于好奇他决定去看一看 原来是一群大象正在周围转圈 并且嘴里一直在哀鸣 男孩慢慢地接近了象群 象群愤怒地并且向他示警 男孩顿时收起架子跪了下来 象群这才放松警惕没有伤害他 到了坑里一瞧 原来是一只幼象陷入了泥潭爬步上来了 接着男孩着急地跑回洞穴 提着两束又粗又长的藤蔓 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成功地救出小象 黑豹看着这一幕陷入了沉思 男孩真的飞走不可望 但老虎在森林永远都是一种威胁 当棕熊得知男孩被一只老虎追杀时 也认同黑豹的想法 觉得男孩还是去人类的地方才会安全 接着找到男孩说出了违心的话 男孩听完心里很不适自卫 感觉自己的好心换来了恶宝 他愤怒地爬上了一棵树 此刻一只猴子在一旁不停地反他 男孩警告他赶紧走 可他话音刚落 一双手就将他提了起来 然后在一群猴子的接力下 将男孩传递到了更远的地方 黑豹和棕熊察觉不对纷纷冲了过来 可这些猴子实在是太敏捷了 一时间就将他俩甩在了后面 男孩被猴群带到了一座陡峭的山崖 当小男孩来到山崖顶端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是一座古老的宫殿 而黑豹和棕熊则是紧追不舍 终于循着蛛丝马迹 来到了悬崖之下 然而山崖实在是太高了 恐高的黑熊被吓到脚软 尽管害怕 但他们还是鼓起勇气 一路爬上了山崖 男孩被猴子们一路带到了宫殿内部 周围全是一堆废铁 就在他好奇打量之时 一只巨大的手臂从男孩身后的影子里伸出来 随手抓起了地上的果子 重新回到了黑暗中 这是小男孩才知道 原来这座王宫的主人是大黑猩猩 大猩猩控制着整个森林的情报网络 得知男孩被一只老虎追赶 于是就把他抓到了这里 决定和他谈一笔交易 他能为男孩提供保护 而男孩则要教他如何操纵红花 红花正是令所有动物恐惧的火焰 这样他就可以掌控整个森林了 可由于男孩从小在森林长大 他对如何炼制火种一窍不通 然而大猩猩并不相信 觉得一定是男孩欺骗他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棕雄及时赶到 顿时引起了猴群们的注意 此刻黑暴出现在男孩身后 想以此悄悄地把男孩带走 不料一只猴子察觉了不对 顿时朝着他们疯狂大叫 形势不利 一人一爆火速逃离 而大猩猩也怒火攻心 命令猴群抓住他们 数以百计的猴群 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男孩在前逃跑 而黑暴和棕雄则在后面掩护 然而猴群太难对付了 两只凶兽被猴群牢牢缠住 根本无法脱身 男孩还没走出王宫 就被亲自出马的大猩猩给拦住了 男孩想用狼群来吓唬大猩猩 然而大猩猩却告诉他 狼首领已经被老虎灭掉了 男孩不愿相信这一事实 接着就转身往楼上跑去 大猩猩立刻朝小男孩冲了过去 男孩有惊无恐地躲在一旁 大猩猩没有放弃寻找 最后找到男孩 粗暴的大猩猩把一根根宫殿的柱子 都给砸碎了 就在男孩快要被抓住的时候 果断纵身一跃跳上一棵树 此刻宫殿破损严重开始崩塌 最终将大猩猩彻底掩埋 猴群也停手纷纷冲了上去 试图救出大猩猩 最终他们终于逃过了一劫 但男孩却并不高兴 因为他最爱的狼爸已经为自己而死 他发誓要为狼王复仇 憎恨促使他进入人类村庄 并且也第一次看到那朵传奇的红花 拥有了火焰他就能够打败老虎 接着男孩偷偷地带走了火把 朝着老虎所在的方向狂奔而去 然而不料奔跑是火苗洒落一地 动物们看见男孩手里的火焰 急匆匆地将这件事传了出去 动物们害怕地纷纷围在河岸边 而这时男孩拿着火把也跑了过来 呼喊让老虎滚出来 男孩回过头来 看到树林正在燃烧 他环顾四周放眼望去 火焰映照着这些动物眼中的惊恐 哪怕是最亲密的狼弟也不敢接近他 老虎继续卖弄他的巧舌 说男孩是森林的破坏者 男孩愤怒地将火把丢了出去 不料挣上了老虎的档 没有火焰的男孩 恐怕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等死 危难之时 黑豹与棕熊挺身而出 狼群也一起站到了他的身后 他们会用生命来保护男孩 老虎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直接冲了过去 棕熊起身与老虎搏斗 可他还是没能挡住猛虎的锋芒 被老虎压在了地上猛咬下去 狼群此刻也一拥而上 男孩也热血沸腾想要参战 却被黑豹一把扑在地上 表示你用动物的方法根本不是老虎的对手 听到这里男孩恍然大悟 他连忙冲进了燃烧的树林里 哪怕是一群狼同事攻击 却依旧斗不过猛虎 老虎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男孩 飞快地甩开狼群向小男孩跑去 男孩爬上了一棵树 老虎也跟着爬了上来 男孩此刻在树之间来回穿梭 老虎由于太重导致自己被卡在原处 但他没有罢休 反而跳到地面不停追赶男孩 见到男孩藏在树容中 老虎猛然一找划伤了他的胸膛 男孩连忙朝更高的地方爬去 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看着那只紧随其后的老虎 猛虎一步一步逼近 地面则是一片火海 老虎瞬间扑出 男孩则是抓起藤蔓一跃而下 最终树枝不堪重处被折断 老虎最终落入了火海 但男孩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自己的森林家乡也将被毁于一旦 他沿路闷闷不乐地走着 好在这石像群突然出现了 男孩立即跪了下来 接着大象们用鼻子将河道堵住 用象牙不断地挖钩 最终让湖水流向森林 把整个森林里的大火扑灭了 动物重新回到他们的家 男孩最终回归森林 与所有动物开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男孩花衬衫配合三毛头 三个月毕业幼儿园 四年完成小学教育 进入全市最好的中学 要问男孩叫什么名 他脚穿着一双老拖鞋 口袋装着福特加 男孩根本不是来听课的 每次上课都喝得鸣鼎大醉 老师喊他上前答题 结果男孩下一秒 一旁同桌小麦看着他 简直一脸的嫌弃 可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更神奇的是 他身上有一种天生的王者气质 笑巴对他很不满 结果他上前一句我爱你就摆平 明天就是放暑假的时候 同时也是斑花的生日 为了能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小麦给自己买了一件精神小火夹克 甚至还给斑花画了一幅素描当惊喜 但不料全班都收到了斑花邀请函 唯独小麦和气客没被邀请 小麦闷闷不乐 但他那件精神夹克 却引起了气客的关注 认为这个夹克太帅了 想把他借来穿两天 然而小麦压根就不搭理气客 只有深深的挫败感 他恨不得一手撕掉素描 从此彻底成为冷酷的精神小火 不料第二天清晨 气客就在他家门口等他 而且还开来了越野车 小麦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辆车一定是气客偷的 可气客就是不肯承认 非要说这是从别人借的 开完就会给人家还回去 气客一到小麦家压根不客气 一点也不见外 接着两人在沙发玩了几把游戏 在闲谈中 无意谈起斑花的生日 小麦也向气客展示 自己曾准备为他画的素描 望着伤心的小麦和那幅素描 气客也下定决心 要帮下这个精神小火 接着驾驶吉普车上了马路 然而这却是气客第一回驾驶汽车 但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天才而言 却是轻而易举 如果他有一辆坦克的话 估计可能会发动侵略战争了 尽管他们俩都没有邀请函 但仍出现在斑花派对的大庭广众之下 小麦将素描送给了斑花 斑花还在意犹未尽 气客就拉着小麦转身离开 上了车后 小麦觉得自己刚才酷死了 可下一秒 气客猛地一脚油门 转动着方向盘 接着拉下手刹 越野车瞬间划过一道弧线 在学生们羡慕的视线中 二人潇洒地离开了 两个人还不过瘾 气客建议他们一起去乡下找爷爷玩 小麦思来想去 觉得在家里待着也没意思 于是答应了 接着带了几件衣服就动身了 小麦准备导航看下路线 一直朝北开干就完了 结果误打误撞地上了高速 把身后的汽车都吓了一跳 不停地鸣鼎 看着他们都是小屁孩 一边拍照一边报警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人终于从高速下来了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是小孩 气客用黑色胶布为自己做了小胡子 接着两人再次启程 驶入十字路口 两人顿时左右为难 气客拿出他的表 于是直接按照手表的指向 猛然往右拐 可就在这时 前方却无路可走了 可气客根本不慌 既然没路那就绕路走 接着他猛然一脚油门 吉普车瞬间冲进了玉米地 看着后面倒塌的玉米杆 两人心血来潮 于是在玉米地里留了名 经过一段时间的狂奔 玉米田也是一片狼藉 此时两人大吃一惊 农场主竟燃气地追了上来 还好气客开得快 不然估计肯定会被胖揍一顿 接着他们来到了风能发电站 他们准备要在这里过夜 气客刚想吃个罐头填饱下肚子 这才发现自己没有拿开罐工具 小麦把披萨拿了出来 然而这却是冷冻的 气客想用打火机上烤一下 可根本就加热不了 气得一脚踢碎了披萨 无可奈何之下 两个人也只能鸡肠碌碌度过一晚 第二日清晨 二人来到邻近的一个村庄寻找食物 好在遇到一位好心的阿姨 给他们提供了食物 吃饱喝足后两人便再次上路 小麦打算去旁边方便下 气客则先回到车里等他 谁知气客刚上了车 一名警察就发现了他 气客感到一阵恐慌 接着一脚油门踩到底 转头一看就发现了小麦 这时小麦灵机一动 这是他一生中最勇敢的一次行动 瞬间跑向警察的自行车 抢下车子后 两腿一蹬就开始逃跑 警察在后面气得都要打电话报警了 小麦接着来到树林 自己孤独地度过一晚 第二天清晨 他再次骑着自行车来到风电厂 一直等到天黑 气客才开着吉普车出现 也终于找到了他 并且还带了一份热的披萨饼 以免再次被警方抓到 气客也给这辆车换了个颜色 然而两人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麻烦 吉普车的油箱很快就空了 但他们俩连加油的钱都没有 看到一辆大卡车停靠在路边 于是他们想借些汽油 接着吃了点路边的野山梅 然后来到了垃圾站 在乞丐女孩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水管 女孩想搭两人的车找姐姐 可气客却一脸嫌弃 因为女孩身上又脏又臭 两个人整夜摆弄水管 却还是偷不到一点油 好在这时女孩来了 也是终于成功地把自己的油箱装满 气客也是认可了他 于是决定一起上路 然而女孩身上实在太臭了 关了一会儿窗 气客和小麦险些被熏死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小湖边 两人合力将女孩推入水中 接着气客丢出了一块肥皂 洗澡干净之后 三人也是经过小镇 这时女孩恰好看到了大巴车 于是三人也是不舍得分别了 气客两人开车继续直奔爷爷家 可就当他看向后视镜的时候 却吓了一跳 小麦连忙转过头去 看到了后面出现密密麻麻的警车 眼看就要赶上他们了 气客连忙操纵汽车 一头扎进了一片小树林里 不久他们就来到一座木桥前 气客丝毫不慌 硬撑着往前开 然而开到半木 却发现大桥上缺少几个木头 两人无奈之下 只能寻找木材下去修桥 这时气客突然惨叫一声 原来他的脚不小心受伤了 这下他开不了车了 小麦没办法 只好自己坐在了驾驶座上 就这样两个胆大包天的小孩 慢悠悠地开过木桥 初学驾驶的小麦 在大路上哼着小曲 这时突然出现一辆货车挡在了前面 小麦试图超越货车 却根本无法超过去 前排的货车驾驶员 分明就是在故意找事 小麦想从一侧超车 可货车司机却还在别着他们 这时由于路滑 货车就这样倒在马路中央 小麦的刹车踩得死死的 可由于离得很近 不料还是撞了上去 最终小麦也因受伤住院两个月 还被告上了法庭 父亲想让小麦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弃客 但小麦却当庭认罪 最后被惩罚去社区服务中心捡垃圾一个月 这天学校开学了 警察把小麦拦了下来 原来是因为有辆车在附近被偷走 他们认为是弃客干的 但小麦很清楚 弃客在向他示意自己还潇洒活着 在课堂上 斑花知道小麦的英雄事迹 甚至还给他写了风情书 但小麦并不在意他了 他现在关心的 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弃客去哪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在学校有没有什么特别酷的事情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